第三千三百五十六集 我们都没闻到 你是怎么闻到的 胡杰十分纳闷 我是闻不到 是看到的 看到 胡杰更加震惊了 陈小旭并没有解释自己这种天赋 四姐张望着说 我能看到 有丝丝缕缕的死气 从岩石和泥土缝起中冒出来 被风吹到了那边 汇聚在那个球里 这些死气不是人身上的 而是渗透在泥土岩石中的 大概是以前这里死的人太多了 没有散去的死气 就附若在了泥土中 被分解成了人类无法感知到的 最微小的颗粒 陈小旭给出了自己的推测 倒也不完全是猜的 这种情况是有的 连叶小木这样的都听说过相关的事迹 如果一个地方死的人太多了 体内的气息会渗透到泥土和水中 积存起来 时间一长就会与周围别的气息产生作用 这种情况虽然罕见 但据说在一些一次性死人太多的地方就出现过 例如战乱四镇或者是地震洪水这样的灾害 胡杰到袭这口凉气说 你要这么说 还真是 我们之前调查过 这一带叫凤凰山 当年打仗的时候 这里是一个土匪窝 后来被军队打击 附近十里八项的土匪都被逼到了这儿 后来被全部剿灭了 死了至少的有几千人 因为都是土匪 也没人来认领尸体 杀路不通 这附近寄座山上 全部埋着大量的死人 怎么一想 又源源不断的死气 倒也不奇怪了 大火沉默了一会儿 苏妍说 那么问题是 这个红色的球体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吸收死气 据大无仙家族的人说 这一带之前是风平浪静的 虽然人际汉痣 但一直没听说过什么不对劲的 而是从几个月之前 这一带附近 几十上百的人口里 开始神秘失踪 大无仙家族前来调查 后来遭遇到了血污 后来他们确定 血污师们的老巢 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 至于这个红色的球体 是最近才被人发现的 肯定跟血污师的无数有关 圆溪圆圆地望着 那个悬挂在半空中的神秘光球 难难道 难道这个就是悬缩绣球 这个胡杰当然也无法确定 只说当初疯传悬缩绣球会出现在西北一带 他们奉命过来寻找 结果在这一带找到了这个 晚上就会出现红色光球 从外形上看 有点像是绣球 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寻找悬缩绣球而来 看到这个东西 自然会认为这东西极有可能就是 但要说是不是 那谁也不知道 说的不是悬缩绣球吧 不论是方位还是特征 看着还真挺像的 出现的时间也对得上 说的就是吧 为什么跟血污扯上了关系呢 而且倘若这是什么巫术的话 看上去也不止修炼一两天了 圆溪沉咽着 会不会是绣球刚好出现在这儿 然后被绣污利用了 叶小木猜测着 毕竟悬缩绣球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器 圆溪说 你是说这帮血污在祭连绣球 这个猜测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胡杰皱着没说 要真是这样就得赶紧阻止他们 不然万一被他们这帮血污祭连成法器 那可了不得 吴总辛苦你了 去把我们分析的跟叶晨 还有秋风说一下 晚上我们碰头开个会讨论一下 你先下山 我们这就下去 胡杰立刻下山 留下来的除了张宇夫妻 还有曹云凯 曹思宇和孙宇童 他们几个都是八字的嫡妻 之前袁熙他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附近听着 没有参与进来 袁熙让他们围着自己坐下说 你们几个怎么一直不说话 张宇耸了耸肩 用不爽的口吻说 你不是有智囊团了吗 还要我们做什么 原来是跟叶晓木他们置气呢 不想与他们为伍 袁熙没好气地瞪了张宇一眼 我知道你看不上他们 我眼下也没空跟你们说这些 但有一点 你们都是我自己人 我在这里帮手不多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为了悬缩绣球啊 你们一定要帮我得到的 其余的以后再说 怎么样 苏妍有点奇怪 之前都说是一起行动 怎么现在成了帮她了 不过她对悬缩绣球 也没什么兴趣 于是点了点头 叶晓木三人 自然也没意见 张宇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任罗安说 我们来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的 不过我不认为 他们能帮到什么忙 那是我的事了 反正你们认准的我就是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任罗安 怂了怂见 张宇他们 也都说了没问题 苏妍于是给他们几个 安排了任务 让他们再去找几个人 先展开调查 虽然赌掌中间不能去 但是周围环境 还是可以调查一下的 那些血液巫师 未必就能住在赌掌里 想要去拿悬缩绣球 最好先把他们搞定了 走之前大家又站在山顶上 朝那个神秘的红色光球 望了过去 如此不可思议的一幕 就这么出现在了现实世界中 给人的感觉 是那样的震撼 这一个晚上 所有赶到这里的人 不管是工会中心派出的 小队成员 还是那些自发赶来参与的法师 都在山上不同的位置 看到了这震撼的一幕 很多人凭着直觉相信 这东西就是传说中的 悬俗修求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